9月15号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官方微博宣布电影将提档9月21日 还说电影提档是为了早一些 温暖被欺凌的青春 本来电影在定在了9月30号上映 瞄准的自然是国庆节这个黄金档期 但很明显国庆刀竞争实在太过激烈 让悲伤逆流成河只能逃离这个死亡档期 今年国庆刀一共有14部芯片上映 其中不乏明导巨星的芯片 张艺谋的眼后杯已经大爆 周润八国复成两大港片天王的乌双也是万众膝带 加上开心麻花里茶的姑妈和包贝尔文章 主演的胖子行动队等等 虽然悲伤逆流成河有原著小说撑腰 但面对这样的竞争郭靖明 确实心中没有抵在今年 这不是郭靖明第一次逃到了今年 暑期当郭靖明自导自编的绝技二 本来定在了7月6号上 但由于之前绝技上映后口碑估计 票房也是跳水 让不少网友纷纷抵制这部电影的上映 更为关键的是同期上映 但还有徐征我不是要神 作为华语十几年难得一遇的口碑大片 郭靖明直接宣布电影绝技二撤档 至今没有宣布再上映的消息 除了徐征的原因 郭靖明的绝技二受抵制的原因 还在于其集结 那大半个娱乐圈的流量明星 范冰冰 吴亦凡 陈学东 陈伟廷 郭彩 杰林 云 王源 王俊凯 一样千玺 汪朵 整整一 现的流量明星真的是一网打击 而今年恰恰是内地观众 开始重视电影本身质量的一年 流量明星的号召力已经不复存在 郭靖明曾经在内地电影市场 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小时代 自部曲票房逼近18亿 郭靖明在这个系列中正的盆满锅满 但郭靖明从来都是把电影当成商品而已 他导演或者出品的影视剧作品 基本上都是烂片 甚至斗版评分没有一部上无分的 其本人也是经营偶像人设 其电影票房基本上都是粉丝贡献 或者是靠噱头把观众片进电影院 众多的烂片逐渐让观众开始抛弃郭靖明 绝技的票房失败 让郭靖明一度流泪 但网络上却一片毫讽 之后负面新闻 缠身的郭靖明开始低调 甚至电影《被伤逆流成河》的导演 他都交了出去 自己只担任编剧和出品 不过郭靖当竞争残酷 中秋当同样是惨烈 截至目前离上映还剩两天 《被伤逆流成河》的预售票房只有107万 远远低于黄金兄弟的480亿万 和也低于贾张科导演的江湖儿女120万